韩国知名男团成员文兵去世,年仅25岁,话号传出后引罢网友观众 同团成员车银忧在美国得知此信,紧急返回南韩,其他成员惨贺 真正已然也第一时间赶去灵堂,想必二号让队友相当难以接受 车银忧在失去挚友后严守度发声,在公司设置的悼念场所中 也悄悄再留下两张小纸条,一张内容写满了对文兵的思念 表示你留下的所有事情我会负责并照顾好,不要太担心了 而在另一张纸条上,车银忧写下了团体,intro歌曲,we steal的一段歌词 字里行间满满四面与不舍,真的很感动,两人时常形影不离,相互扶持 场后夜留下了一张长得像稳定的性质,精明可以悼念去留下的手写信 表示以后不要痛苦了,要多笑笑,明星们在外表